嘿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酸 這個在皇室資訊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12月1號的時候 官方這時候有公布2024的未來規劃 那這邊就有一些進化卡牌的揭露 那這邊沒有寫得很清楚啊 這邊有26張卡 然後都是揭露片段 但這個就是給大家有點小猜謎吧 我在網路上看到了針對這個卡牌的分析 然後看到了這個蠻精準的揭露 說這個未來的進化卡是哪幾張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影片 左邊是火法吧 就是他這個外衣 就是對應到這張卡 然後 再來這張是瓦基利 所以瓦基利接下來也會有進化卡 然後在右二的話這個是工程炸彈人 那工程炸彈人 再來右邊的是炸彈兵 主要是這四張 然後我覺得以火法來說蠻特別的 就是沒有想到火法會先是其中一個 會被進化的單位啊 會想到期待有個飛銅 電磁炮之類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卡 想不到是火法 但確實火法現在使用率很低嘛 所以它的出現也蠻好的 看一下會不會因此有了進化卡牌之後呢 就有更高的使用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網路釋出 那這個的話 它這個就蠻精確的 直接連動態都出來了 所以這個應該就蠻真實的 這個資訊應該是蠻真實的 好 然後這個是特斯拉電塔 在TTOE上的影片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是炸彈兵 看起來它就是會拿一個更大顆的炸彈 可能我在猜可能類似煙火射手吧 有那種建設型範圍 就是它那個恢復可能有帶一陣風 不曉得是不是有施加了一些更強的威力 特斯拉電塔這個蠻酷的 它這個直接伸出頭 然後一個擴散型的圓弧出來 就有點範圍型傷害 會不會是特斯拉電塔不只一次只能攻擊一個單位 而是在這個範圍內的都會受到傷害 那這個就是小生物的克星 那這個就是這次影片中 我們目前可以在網路上看到的一個揭露吧 就是六張裡面 剛剛也出來五張 好 那就剩左上這一張呢 目前是還沒有看到動態圖 有點蠻洋的感覺 或者是 我看也有人猜哥倫兵人啦 所以 或甚至是工人錘 目前有猜測這幾張 可能大概就是往這個方向走吧 那蠻神秘的 這個卡目前也還沒有 更多的資訊出來 一天前呢 未來的公主塔有不一樣的樣貌了 就是會有 其他的 這叫做什麼 防守的卡牌 這個叫做皇家塔部隊 現在目前有一個藍圖露出來了 看起來就是一個類似加龍炮的外觀 實物上 以他的藍圖來看其實就跟目前的皇家塔的位置似乎差不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藍圖上的右下這兩個地方 好像有多了兩個東西 太確定具體的那個東西是啥 那今天就是一個比較 即時的資訊快報 然後更新給大家 讓大家來期待一下 那目前呢 因為傳奇之路 這個傳奇之路 他已經來到了精英等級了 所以現在要把卡升滿 是一件蠻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只能不斷的 課金買遊戲給大家玩 然後也希望可以趕快把我的卡牌升一升 就一直花一直花 這個推薦大家使用阿酸的這個call 在這邊 這個ACID 可以使用我的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來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次買了這個 很胡鬧的表情 在這裡 這個嘿 我新的新的 上次花了170塊買了一個很嘲諷的表情 花錢就是這麼快樂 這個 從4到15級會有 是可以用的嗎 這對我來說有用嗎 好就一直花一直花 好我們獲得了一些書本 我們來升級卡牌帶 好所以我現在滿等 其實那個書對我來說是 沒有用處了是吧 好樣的 好樣的 嗯白花了白花了 真的耶 我為什麼要買這麼多書啊 呵呵呵